早安 請坐 大家以前 這個台湾春秋 台湾春秋重電視 重點 這就是我們台灣最近的近代史 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流亡殖民的政體底下 流亡殖民的政體底下 台灣一些少為人知的一些事情 這個重點是 EQ7年的心 蔣經國雖然要不正式 普出台銀 但是已經掌控黨政軍特務系統 開始推動他的崔台青政策 特別是進到1972年 人家幹辭調行政院長 然後他就正式 擔任行政院長正式來組隔 這一次組隔的時候 有一隻黑馬 叫做李登輝 因為那個時候農村經濟破產 各方認為李登輝是農業經濟 農村經濟方面 研究最透徹的一個學者 但是 學術研究是一回事 政治的關係可能比較重要 因為1970年赤蔣案發生 政治才跟黃文雄在1970年4月24號 在紐約Protel 押請刺殺蔣經國 這個驚天動地的事情 蔣經國回到台灣來 重點就是要查這兩個人 他的背景是什麼 為什麼來刺殺他 然後發現 紅雄在康南大學讀書的時候 他的loomate 他跟他同住在一個寢室的 一個室友叫做李登輝 這個李登輝居然回到台灣來 為國民黨政權服務 一個是拿槍刺殺他的 一個是回到這個地方 乖乖的在為他服務 就引起他的興趣 所以就對李登輝做地毯式的調查 我在1970年的7月3號退伍 從軍中退伍 8月8號 第一天第四 就是跟他見面 隔天就開始擔任他的研究處理 整整三年 這三年裡面呢 才知道 剛開始的時候 每次見面 他就用日本話 嚇到不來 罵三字經 受國民黨特務 國民黨的特務機構 輪流輪番 審訊他 審訊他 當然 在4月24號以前 王宗宗先生 王宗宗教授 他非常欣賞李登輝 他要在4月底跟5月初 大概兩個禮拜或者三個禮拜時間 要到日本去考察 日本這一面太陽是怎麼樣子升上來 因為他不懂日文 他發現李登輝日文非常好 所以他極力推薦李登輝 參與這樣一個考察計畫 從日本回來 他是不斷的推 推薦 跟蔣經國推薦 李登輝這個人 應該要重用他 當然蔣經國在密集的調查李登輝的過去 跟現在 發現他是一個非常謹慎小心的一個學者 早期 在1940年代 或是50年代 大概也是參加過台共的組織 跟他一樣是蘇共的 共產黨的 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 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 特別是40年代、30年代的時候 如果一個年輕人 他沒有接觸社會主義 沒有對共產主義有所嚮往 那就不算一個新潮流的青年人 所以難免李登輝在那個階段 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 社會主義學者的影響 也去接觸了台共 但是後來他覺得說好像 跟他的理想有差距就離開了 經過密集的這個調查以後 在1971年的時候 大概18年沒有升遷的李登輝就升了一級 從農夫會的記政 農夫會的記政 升任為農經族的組長 那這一次呢 是王作榮他不便再推薦了 他就找了一個叫楊佳麟的 當時研考會的主任為楊佳麟先生 幫李登輝幫王作榮寫了一封推薦信給蔣健國 正好蔣健國經過密集的調查李登輝這個人的時候 這個推薦信來就順理成章 順水推舟 就給李登輝擔任的農經族組長 以觀後效 到了1970年1972年的時候 他就請他擔任政務委員 處理農村經濟復甦的問題 當然在這個處理這件事情之前 我已經幫他寫了一個 洋洋灑灑五萬年的這個農村經濟改革的計畫書 所以他的上任以後的 整個農村經濟改革的計畫政策 大概就從這一本計畫書裡面 這本調查報告裡面呢 把他拿出來 那從這個地方我來 開始講這個整個台灣死後 的這個政治內鬥的情形 所以李登輝 黑馬上陣 跌破很多學自己的眼鏡 然後後來呢 1975年 蔣介石就命上草山 當然同時這個時期呢 許信良就經歷了桃園 在競選桃園縣長發生的這個中立事件 在1977年的時候 1975年 蔣介石命上草山 當然是嚴家幹擔任總統 但是嚴家幹其實是一個橡皮圖章 大權都在蔣經國的手中 他是一個儒家包含的獨裁者 獨裁者 美國的報紙都說 他是台灣的恐怖人物 但是我們在台灣看不到這個文字 我們在台灣看到的是 他是一個親民 非常草根性的 常常擔任行政院長以後呢 常常襯衫一箭 斗立一頂 到鄉下到處跑 跟民間打成一團 後來到了1978年 蔣經國就粉末登場競選總統 當時的這個 審議會五輔將 宜蘭籍的那個郭宇欣 從美國要回來競選 都不准他入境 就一人競選 蔣經國競選 這個總統當然在1978年就上任了 當然就1972到1978上任以後呢 李登輝就擔任了台北市市長 院俠市市長 他六年期間擔任了什麼 政務委員推動農村經濟改革 農村經濟改革在初期有很大的成就 解決1973、74第四十有危機 大量失業的問題 很多失業的人口回到農村去 還有一碗飯吃 這是當時的這個成功的一個政策 但到1978年的時候 他就擔任了台北市長 我就回顧到1972年6月 他上任這個政務委員 大概將滿一個月的時候 我6月20號左右去找他 當時我是在行政院主機處 我的辦公室是在植物園的不外路那一頭 那李登輝李總統的這個辦公室 當時他是擔任農務會的顧問兼政務委員 他的顧問辦公室就在農務會 就在南海路 就在這個植物園的南海路那一側 所以我在走過去幾分鐘就到他辦公室 我說老師我想要幫你接接 他說來喔來喔 我這段時間剛才營營 你快點來快點來 我就過去了 今天出來說哇 秋海還說啊 整個沒看了 你最近好嗎 還好我今天 過去這個月 雖然說我經常去營營 但是呢 都沒時間幫你 說一個營好的月 我今天特別來幫你營營 你對這個植物有什麼看法 說這個好啊 農村經濟破散 需要一個農經濟來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 老師你將來 不肯把那個稻袍穿著 那個稻袍要斷著 稻袍斷著要做什麼 分年你自己做一個整理家 台灣沒有整理家 都整起來 要帶有一個好的整理家 來拖領台灣人 鄉前賣錢 不能夠一直在 過艱苦一次 我說 你將來做他們 不可以想說要做部長呢 欸 不是要做部長啊 不做部長要做事情 你自己的政策來解割事情 我說你去做部長就沒效了 今年給你做給你做一個 經濟部長 明年給你做一個財政部長 拔來拔去 拔來拔去 就老了老了就死了 沒效了 我說不想做什麼 你說你當然要拼出做新主席 我認為新主席很重要 我認為新主席很重要 新主席在國防外交以外 大方有那個功能很多 天下無事 你新主席就是封江大利 天下如果有事 你登高一夫 你就架空中央 你就是台灣的 風帝這樣 台灣的總統這樣 蛤 哇 這麼大啊 說是啊 這條路真是政策的路 你如果去做部長 你就沒效了 我這樣講 我說 你如果一旦做新主席 有一天 蔣經國一定要選總統的 當然要選總統的時候 一出來出去 這李主席來做副總統附和 一旦你做副總統的時候 一五十多月就開始登上旁 還沒多久啊 一旦他就死了 在總統前就死了 你就順利行蹤 你就是變做總統啊 也一樣 跟剛才說的 把兵度 你就是台灣的總統這樣 也一樣 你就能做很多事情 比做幕僵更大 更好做事情 更能達成 你的改革就沒標 很好 很好 所以後來的發展 和19700年的時候 他來做 他來做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沒想到的 和1980年的時候 他才去丹晉升主席 1940年的時候 當蔣經國第一次選總統的時候 他就丹晉副總統候選人 就動選了 動選了 你知道我在南港 我剛好準備要去海外 要去美國進修 我就拍一個電報 把它倒好 我跟他記名 我就離開台灣了 我在八月底離開台灣 八月底離開台灣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的事情都看不出來 很多都是用 我過去對李政委的了解來揣摩 過天 1980年的時候 十月十五日發生 江南案 江南案是 蔣孝吳 他這次就已經變成情治的頭頭之一 蔣孝吳 跟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那個局長 連手 去請 現在 竹聯邦的 三手 叫陳曲里 率領 白郎 白郎 從台灣 率領白郎跟董貴森 去帶劉宜良 劉宜良 他反對 國民黨的禁忌 是因為他下一個獎金國傳 你如果從頭到尾 拿到獎金國傳 也不覺得 劉宜良 這個江南並不說 獎金國多壞 沒有啊 但是問題出去了 他將獎金國傳 寫完的時候 他繼續去寫什麼 寫吳國珍傳 他就去拜訪吳國珍 大家知道吳國珍是什麼嗎 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你們都沒在注意 吳國珍是做過台灣生主席的 很早期 他跟五公年左右 白色恐怖期間 大概1947 1946 1947 1948 1949當中是 陳承做 陳承做這個 生主席嘛 但1950年的時候 陳承的 大陸副總統啊 然後 吳國珍是什麼 吳國珍的背景是 他是劉美的 跟宋美玲 同樣是劉美的 宋美玲跟吳國珍怎麼樣 兩個很要好嘛 你蔣介石一定要帶宋美玲嘛 所以吳國珍也是不帶宋美玲 後來吳國珍 他就是財子之一嘛 他在 要不來台灣之前 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在南京的時期 吳國珍已經開始擔任過上海市長 因為宋美玲的推薦 就回到台灣省主席 但是白色恐怖期間 蔣經國已經用很多特務 介入很多政治或者是很多政事 他的吳國珍在推動一些政治的工作的時候 特務無法無天 非常跋扈 介入他的決策 所以吳國珍跟蔣經國就發生衝突 發生衝突 衝突中間當然蔣介石 為他的兒子 並沒有為外人 所以吳國珍的份兒 辭職不幹了 不幹就跑到美國去 跑到美國去 這次呢 劉伊良蔣經國亂很暢笑 很多人跟他翻印 在台灣那時候可能看不到 海瓦都有 我也在海瓦買一份來討 在美國的時候 在1976到1979期間 也買來看 那種是醜故 他出版比較醜陋 這次印的比較漂亮 要下吳國珍之前 他先去拜訪吳國珍 去跟他訪談 訪談出來的整個稿子 就登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 這邊的問題就是 赤裸裸的責備 你說蔣介石 怎麼利用特務在殘害中良 殘害好人 在台灣造成白色恐怖 讓美國記者新聞部 新聞單位都說 蔣介石我是台灣的恐怖人物 歷史這樣 現在是 吳國珍傳想要見肉骨的時候 當然啦 我在猜想 在推論啦 蔣介石我可能在公開場合 曾經提出抱怨 怨言 這個江南太不像話了 是我學生 是我什麼學生 是我在那個 北投那個地方 不是一個什麼 北投那個地方就是一個 政治作戰學校 副星鋼 副星鋼 在那邊讀了四年 是我的學生 居然啊 這個肉骨來跟他批評 說要這麼難聽 所以 抱怨 這個獨裁者的抱怨 獨裁者的怨言 就是他 他手上這裡 抓他了 感覺說 老闆可能對這個人不鬆過來 他如果跟他做到 這次講下午 知道這個人 不要再下來 再下來我講這些民主 都從哪裡去 所以就配合國防部情報 一個汪溪玲 然後就去 叫他殺死 去跟他抬起來 三槍斃命 人救都來不及救了 整個美國華然 各界華然 政府單位 國會單位 新聞記者 報這些媒體 一直 國民黨有嚇到惡劣 你在台灣去台灣人 那就沒關係 我們看不到 跟我們都沒收斷 你這樣比較沒那麼嚴重 既然我一個規劃 美國籍的一個公民 在Garage 在我的停 在他的停車場 被你派來的殺手 三槍斃命 這還得了 所以就給蔡英國壓力 你一定要做什麼 一定要民主化改革 一定要開放黨禁跟暴禁 1984年的10月15號 一號發生的事情 蔡英國這個人很厲害 他說什麼呢 他的想法說 欸 黨禁暴禁 非開放不行了 但是一定要開放的時候 一定我還能控制才要開放 所以他就積極培養很多 訓練很多爪趴子 進到黨外 混進這個黨外組織 準備要讓他走動 與其讓你的自由派人士 來組一個新黨 不如我訓練很多爪趴子 訓練我自己的人馬 組織一個政黨 然後呢 引軍入庸 然後呢 控制你這些黨外 這些人 控制你真正的自由派人士 因為組織一個政黨以後 號稱是綠營的 號稱是這個反對派的 所以所有反對人物都進來了 然後就集中管理 所以美麗了戲就這樣的上溝了 第一個上溝就是美麗了戲 從此組織民進黨以後呢 就開始走議會路線 跟體制內改革路線 正合蔣英國之義 然後由他訓練出來的爪趴子 就在這個組黨的時候呢 掌控一切 白軒在全民公敵調查局 那一本書裡面 1999年出版的 現在已經絕版 我在想 他一出版的時候 他鋪在外面 鋪在書店所有的書 都被國民黨買光光 然後把它封起來 不讓你憑一般的人看 因為看的時候 一旦大家都看到了 就知道說 民進黨騙了 民進黨是真的不要動 所以呢 民進黨沒有辦法發揮功能 是因為他是蔣英國 一手主導成立的 白軒那一本書裡面 談到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 想得很清楚 談到說 主黨的十個小組 十個這個主黨的這個籌備委員 裡面啊 十個裡面有八個 是經過調查局跟 情報局訓練出來的 只有另外兩個 他不能肯定而已 十個人裡面 在籌備阻擋的 八個是要別的 各位啊 這樣這個政黨是在做什麼 這個政黨 是國民黨的師生子啊 可以這樣說 許忠祺在這個地方演講 講得很白說 民進黨是要別的動 欸我都懂得懂的 欸這都錄影錄影耶 你怎麼說會害死人耶 你怎麼說會給我鼓呢 用我拍胸脯 我十幾年的研究 資料很豐富的 他不敢給我鼓啦 說啊你方教別都這樣 要邀剋咧 我當然點兩個邀剋 點兩個邀剋說 這個人敢使邀剋 那就不用說 那沒什麼人的 那王先生的人的 再點兩個點一個 那我怎麼不用說 那些人都死了 我就不敢再點了 要求再點了 我如果說 李秀仁是不是 如果是我就插 結果我不敢再問過了 我相信李秀仁比較多 李秀仁清清白白 像這樣沒辦法出頭 因為他不是才沒辦法出身的 他很優秀 但是他就 民進黨的類都吃不開 沒人要插 為什麼沒人要插 你知道嗎 他就沒有結黨營私啊 他也沒有公子也沒有兒子 他也不用貪污 他也不用跟人家 什麼什麼 在那裡搬啊 如果跟人家搬 人家想要自己合作 所以你看 國民黨 西亞瑞說得很清楚 國民黨有貪污伏法 民黨也一樣 通過選舉 在騙台灣人 照常貪污伏法 在那裡 騙我們本土台灣人 大家都沒辦法去了解這裡 現在再說下去 1987年 蔣經國我們就 1987年 十月截止 截止 他們兩隻腳都鎖掉 十月以後 我在美國 我1984年又去美國 所以 1987年我要在那裡 我看《世界一部》裡面 蔣經國 抱負到這樣 一臉抱負到這樣 抱負到那裡 我想這個人在那裡死了 因為抱負到那裡死了 因為抱負到那裡死了 白酒看起來無神 兩眼無損 我想這個人在那裡死了 在那裡死了 在那裡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為我在那裡學校的時候 沒有一個本土的 沒有一個有本土意識的 可以說話 都 六十個 那裡五十多的 都是 多姓的 比較五十個是 台灣小孩 比較五十個 台灣小孩都 也走走走走 沒有就帶多姓 沒有就變多姓 沒有就變多姓 所以我就很孤單 我就不知道要找什麼 沒多久 我看到說 太平洋西部 有一瓶李秀蓮的文章 我就看到西部 那個 社長 叫做江湊姨 我有事情 要找李秀蓮 我不知道她的電話和電話 請你 加工她的電話和電話 我已經很快的家庭 我就隨下庭 隨下庭都陪有李秀蓮 跟我說 我在觀察起來 證明 漢不敢在那裡 我們無神 可能有多久 還有多久 這兩三個月 三四個月裡面 就要死後 我說我 學期結束 十一月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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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回到台灣 來跟李秀蓮蓮市警 你在這邊是不是 拜託你找 丁大衛 丁大衛 曾經是 關於這個 台灣問題 在美國國會裡面 是 舉出輕重的人物 你如果講講講 特別是美國要注意喔 不然 局勢政變 害了之後 他就跟我說 你在美國的時候 你就先去找 那個 叫什麼義雄 蕭義雄還是什麼 不是蕭義雄 不是你們義雄 董義雄還是什麼義雄 那個是專長國防武器的 是在Hopkins一個特別的研究單位 跟我同校 那個研究單位是專門做軍事研發的 那個先生 那個博士 去他請教 另外叫我去問那個 Perry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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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名字 張旭辰 張旭辰 張旭辰是 專長國際政治 對國內的情形也很了解 那我就請卡電的問 那如果他說 你回到台灣的時候 你可以去找成縱模 成縱模 對你領域的情形也很了解 我十幾歲 我回到台灣了 十日 我就幫你 你回到的辦公室卡電 所以先接著說 李總統有告訴他 你回到台灣的時候 一定要找你的副總統 副總統辦公室查序 那時間呢 十七 不然四點四十五 我可以說多久 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 我看總體你知道嗎 起的時 接下來 你先從裡面出來 李副總統出來 就反應說 他說 陳旭辰 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說 我說 我像這都浪費時間 我說 我就 攝拆回來 就坐下來 坐下來 我就歪到佛羅斯 我說 老師 不敢 不敢 錄音機在 底下 齁 設定器在裡面 說 老師 這裡齁 民間無限 兩岸無限 可能夠了 沒有兩個月喔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每天在做的情況 我說還好啦 我一看 哇 李副總統這樣 紅葉 恰吉 宏德 發紫 這都亮出紫色的光 齁 黃老師 不要 這綜醫原理說齁 綜醫的診傳是說齁 每天喔 兩個醫生跟兩個佛叔 躲在身邊 如果受監禁的事情喔 趕快處理喔 趕快處理喔 趕快處理 應該救我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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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嗎 不用了 這麼敏感 什麼啦 就很大聲說 喔 你是對象在小文中 你是對象 射三射三做三做三做三 你頭髮射三 要射三 射三 你的佛叔叔尼射三 說很大聲 要好錄喔 啊 啊 就說 說他過去怎麼樣 剛才怎麼樣 我就送一個 送一個 一家裡 一家裡那個 五歲的球要給我打 我說這個 在美國人家說 很暢銷 很好的球 我不用你怎麼打 我喔 不做的時候 要打球也很困難 我都要花自己錢耶 這位姐姐說 哇 我球要像這個 打不完啦 球槌也滾到啦 但你佛叔叔叔 完成的時候 我才送你一圖 嗯 啊 隔壁我想 時間 說很久了 你 他點點不說話 我知道說 我站起來說 老叔我來告示了 我走到總統府的時候 六點 十五分鐘 說七十五分鐘 總統一句 我的總統我給他提醒 我也提醒 老叔你會記得我 一九七十年 跟你說什麼 那久了 我還不記得 我告訴你 曾經說 有一天他在任上 你來警署做行事 學行事 你要當做副總統 做副總統的時候 他一天 他在任中死去的時候 你就當做總統 你要小心 這關這關你要小心 不知道 軍事政變沒有 我也提醒 你是這樣啦 所以這次就 我就聽一遍說到這段 說 蔣經國暴斃身亡 李登輝就任重道遠 任重道遠 那時候 我反對說 軍事政變 好就知道沒有 不過 十三天發生事情 蔣經國就死了 十四十五 十六三天我都在外面走 十六天我動不了 因為我肩膀 我如果在電位置 政府總統都不通了 不通的時候 我總要去 總要去找 沈總謀 所以說 你怎麼走下去 這兩天一定跟你肩膀 你怎麼都沒有 你都沒有 我媽媽就 我日後沒有記錄 不然跟他說 很多電位在這次 所以我走下去 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是我慶祝 他說你走下去 我說我下去 台北街頭 我去想想想看有什麼 有什麼變動 沒有 他說要煩惱 我說煩惱有政變 他說 十五天要那麼時 有一個連隊的 裝甲車 從鄉山去泳村坡 有這種的 不知道有危險性 各位你們可能不知道 因為我衛續師 我衛續師的 那個行政官 整個衛續師 各個據點我都了解 各個知道我都去順貴 順貴 順貴又順貴就對了 他說你不用煩惱 有蔣下無哉 不用擔心 各位知不知道嗎 這就是閒機 有蔣下無哉 都可以不用擔心 他會真是政變 因為蔣下無對新加坡 入飛機的心 相機來迎接 你們印象深刻嗎 蔣下無那時候是自新加坡代表 他從新加坡回來下飛機的時候 是浩泊村 這個參謀總長去迎接他 這代表什麼 浩泊村是蔣家的家層啊 蔣下無是蔣太子啊 他這樣說 哇我恍然到我 我所有所有的都去多餘的 都多餘的 那現在 時間就有過兩年了 這次1990年了 蔣英國這次 到期就是李政委代理 代替蔣英國去做總統的時候 到1990年要重新選舉 就要持續進到這個時候 1990年要選舉的時候 還是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 所以李登輝就印了他的過去 把他過去的 所寫的《關於農經論文》寫成兩大冊 兩大冊 金莊本 我就用那個去送給那個 國大代表一個人拜訪 一個人去拜碼頭 拜碼頭 就要選這個 第八屆 第八屆總統 應該是第九屆 第九屆總統 第八屆 第八屆總統 大家有印象知道 有印象深刻的說 那個時候蔣英國 他也調查說 我也要選總統 蔣英國跟誰合作 跟林明港最近 死於林陽港先生 一個內幕是1995年的時候 那後來的內幕 不過林陽港這邊 參蔣英國出來要選對不對 前後 這段時間我再補述一下 就是1988到1990中間 發生了一些內鬥 是什麼內鬥 李煥是黨的秘書長 但是他想要擔任什麼 行政院院長 如果他去當行政院院長 這個副秘書長 宋楚瑜 當然就順理成長會當秘書長 所以他就行瀉一氣 李煥的鬥爭 那個漁國法行政院長 就說他在外面包一個小三 不是小三 老三 老太太 是五十多歲的太太 把部長寫到這麼大拼 那漁國法 特色人你知道嗎 民陪很薄 他怎麼說到這樣 沒辦法行政院院長 就下去了 然後就李煥順利成長去做行政院院長 好 現在到1990年之前後 他就開始引領 因為李煥的勢力是遍部 黨部 跟行政界跟學術界 他很會培養他的勢力 因為選議都做到省黨部主委很久 所以一些選議過的那些省議員 管市長 管市議員什麼 都經過他的手 所謂他的黨務跟政務方面 和行政界 學術界 因為學術的勢力很久 所以都支持李煥 擔任副總統 但是內定 所謂的內定誰決定 我是一個人是蔣燕氏 李煥處 蔣下午 跟宋楚瑜 他們死的人決定 決定要用李煥處做副總統 所以李煥不敢想說 他沒辦法更上場做副總統 他如果他做副總統的時候 李煥貴就很快就心臟變化就是了 不是真的自己死了 是從從他下去的心臟變化 大家記得兩宋醫師的爭論嗎 後來兩宋醫師爭議 兩宋是誰 這個宋處於這個宋 宋什麼 那當時的國安局局長 宋新年 宋新年後協會寫 在陽明山中國大飯店去泡文庄 對 他不要說我頭身就好 我這次我出來看說死掉了 一手不注意死掉了 因為他在集齊立定位嘛 所以就把他害死 然後就心臟變化死掉了 炒污死 炒污對症也沒有人看 他就沒有錄影錄影 這次錄影錄影 到處就錄影錄影當然是困難 那時候待會什麼人進出 所以宋新年就這樣不明不白死掉了 就是說 一個心臟變化就死掉了 沒有台北極就死掉了 這次李煥貴做副總統候選人回動算的時候 空間沒多久李煥貴就死掉了 剛才欠貴的一句話就說 蔣英國給李定輝做副總統和做總統的時候 很多人台灣人 我們普通台灣人都傻傻 李定輝一定繼承蔣英國的一切 所有權力都在李定輝身上 所以很多人都想說 我作業學生都在做大館 很多人家店來幫我祝福 說不用傻傻 李定輝不要做總統我比較不擔心 李定輝做總統我也比較擔心 因為什麼 後面一天到我找我家 找我塞 我比較擔心 杜征也對我家來 杜征李定輝的箭頭就杜征到我這邊來 我也這樣說 沒人相信 敢有那個事情 哪有那個事情 但是剛才我就說陳教授說 有蔣孝勇在不用擔心 你做你放心 代表什麼 李定輝也是蔣家的加成 是蔣經國脫股的對象 要保障蔣孝勇兄弟 他們的利益更安全 所以李定輝的綜合姓是說 撞出來做問心 讓我們台灣人說 你們台灣人 等級做主 讓國外人 讓美國人說 你們台灣人在做總統 你怎麼沒有民主到哪裡去 你愛什麼 要不叫我來說 你怎麼艱苦 你是這樣 所以有很多作用 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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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自由派人士 所要求的政治改革 有李定輝去 做擋箭牌 然後後面 蔣家這些蔣家集團 緊吃 緊吃你知道嗎 趕快利用李定輝來緊吃 先來水果都李定輝來打 你是這樣 這次的事情 李煥就發動血運 大家記得嗎 那不是茉莉花革命 我1990年3月29號之前的血運 大家印象深刻嗎 在中正紀念堂 由教官帶領很多大專學生 到場參加血運 要求政治改革 要求李定輝放棄獨裁的身段 有沒有 部署電視 一直說李定輝是個獨裁者 會記得嗎 所以 包括學術界都一直說李定輝是獨裁者 李定輝是憑什麼獨裁 誰比較黏 夾一個人趴去跟總統府 沒辦法沒人 要怎麼去獨裁 所以我就寫了一篇文章 李定輝是獨裁者嗎 在3月9日在智利早報登出來的 我唸給大家聽 國民黨極右派一般群 最近宣稱李定輝是獨裁者 李總統究竟是獨裁者 還是傀儡 波子的研究 獨裁政治有其必備的條件 一個獨裁者要能控制刑場的工具 換言之 必須能控制軍隊 特務 控制新聞媒體 控制黨務系統 控制官僚體系 四問 李總統就任兩年來 究竟曾充分的 控制了哪一個重要的系統 而能遂行獨裁 李總統不曾體用私人 既無龐大班敵 親信 及家族 不足以控制黨政軍特 朱耀軍 特務就是特務 才有軍事強人 率三軍降臨 宣示效忠之局 才有臨終全會的決議案 一再被否決之局 在官僚體系中 一無李登輝任內 新進的人員 完全沿用前蔣經國任內的人選 在新聞媒體方面 也是一直由目前 所謂的非主流所掌控 在這樣的體制下 李總統到底是扮演一個獨裁者角色 或者是比較像一個奎琳呢 大不了他只是使那些 極右派接班群的接班計畫 不做原先想像中那樣如意而已 這個極右接班群就是講的是 李煥那個人 也有盡責 極右接班群認為 李登輝不顧黨內民主 但是國民黨40年來 本身所實行的是一種既有的分章制度 有所謂的海外代表 敵后代表 軍中代表 特種黨部代表等等保障名額 這些代表的產生本身就沒有代表性 而是由一小撮人圈選出來 黨的基層就不民主 以此類推中央委員會 成員的組織一樣不民主 而李登輝卻要向這些中央委員 低頭 由這些中央委員 推舉他為總統候選人 這樣看來 李登輝何來獨裁之實呢 再就國大代表有權選舉總統一事 歷經數十年未經改選的萬年國代 既不具備名利基礎 又難逃年脈歷衰的自然定律 但是卻握有選舉總統特權的事實 在這種情況下 李登輝為求黨選總統 不惜犧牲全台灣人地區的人民的利益 來喚起萬年國代的喚醒 李登輝如果是一個獨裁者 會是這樣的光景嗎 國民黨在本質上是黨內既不民主 黨外全國性更不民主 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國民黨極右派既不呼籲取消臨時條款 即取消動員勘亂體制 卻大談內閣制及兩組以上候選人的假民主 以遂行其強行奪權之實 完全與台灣民主化無關 不但對兩千萬台灣同胞沒有具體貢獻 而且反而有害民主生機 國民黨讓李登輝先生擔任黨主席跟中華民國總統 只是給熱衷真正民主的人士 一個幻想以鬆懈其爭取民主的意志 令其以長期耐心的等待 來替代积極的民主參與 李登輝總統因而成了國民黨不民主的替罪高揚而已 可憐的李總統他哪像個獨裁者 但是我是這樣說的時候 你現在聽到就覺得有道理喔 那當時請這位文主席說李登輝不是獨裁者 我的風味呢 李登輝那個夭壽骨啦 送的對腰啦 對送的這樣 所以大家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後來 我在美國回來就1989年了 90年91年9293年的時候 我帶了一些民進黨的 說要去地方選舉 在我們鄉下 給他介紹的我們鄉下人 在如果替他騎台的時候 有一個威脅生誕的 在一個車路附近的 熱帶森林公園路邊 剛才我說把他寄到這裡來 你夭壽小孩啦 你是李登輝學生 你沒有替他國民黨騎台 就在夭壽 就在害了之後 我替他們騎台啦 你看他很失望的啦 這種很普遍的耶 一次我第一頂李登輝的 沒有我說 他就在那裡沒有我嘛 在街路走 有人說 有人在第一頂 沒有人都要請李登輝的啦 台灣人說 政治的 意識 政治的觀念 很博弱耶 無知會判斷是非耶 我跟那個威脅說 威脅你不知道啦 過幾年你就了解啦 當1997年 李宋分道揚鑣的時候 爽的跟李登輝搶聲的時候 那個威脅就說 很抱歉 我那時候很不了解 把你寄到討 我說 你實在很聰明耶 你那時候就看出說 爽的都是假的 我跟1997年 他過幾年 過四五年才知道 爽的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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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過去了 已經 你已經了很多精神 了很多時間 在支持爽的了 各位不知道 我的阿姨 台大法律師未來 在做律師 做得很久的耶 爽的在痠青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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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我看來不說 夭壽我 我怎麼這樣 爽的 爽的 他說 阿姨你不對 我說怎麼不對 是李宋形同物質 李宋一條 李定輝送上 總統跟黨主席的寶座 我那不是為 李定輝是為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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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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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一来就把你骗到五五五 你都不知道真相是怎样 所以1990年的时候 学运 让你认为很大的厚力也很难堪 很难堪 你想看看 蔣经国时代 教官敢带大学生去参加学运吗 这代表什么 你中间有那个烂 他没有那个烂 一坑一坑 我说一坑一坑没人相信 1995年 他在准备要1996年民选总统 他叫我学长 农经细细细细练生的大学 叫他去 不然那都好 早上叫他去 我今天去找那位陈老师 他来得很都好 我早上 李老师那边坐 他叫我去 问老师说什么 两个要点 他说我美女一定要出来参加民选总统 你们这些学生都要帮我赶三天 但是 你要跟这些学生说老师是康格的 老师是空心大老管 全力都没有了 没有全力了 每一个同学都要帮我打拼 八分之八的中层 第二点 八分之八的中层 不可以要求一坑半战 说免得说我也知道 我开始我就说他就是空的啦 在 1988年 1月16号 我一会说空的 series 有蔣孝云在 不必反路 有蔣孝云在 不必反路 是因为他是蔣孝云的 他是替蔣孝云的 他替蔣孝云的 替蔣孝云的 要行蔣孝云的 知道吗 我們先開一間 開一個那個麵湯 江西有酒就不在的花 讓你去上面來花 但是你貼的花不是花你下的 你不能亂不亂 過去的那個menu是怎麼規定的 怎麼炒這個菜 放多少鹽 刷多少鹽 刷多少油 這都有規定的 你不能超過這個環圍 你知道嗎 花蓮幾種是這樣規定的 你不能超越前進 蔣英國厲害的就說 我不斷把你約束好寫 會把手都把你沖邊邊 你都不能用很多人 用連廁所來讀笑他在政府裡面 做一個照片洞 就這樣watch 看你 兩位做了有 拆開嗎 有離開這個 我給你安排的軌道嗎 你如果離開安排的軌道 我給你訂了 陶貝民棟給你訂了 陶貝民棟的照片給你訂了 這樣知道嗎 所以李政委對新南流非常痛恨 我要改革他都來做給他 我說我吃就好 謝謝 請起立 講這樣 教育20分鐘